这个也是一堆自相似的对吧 从这有一个分支 分出这来以后呢 再分再分往下不停的分 一直到这个分支一直到这个花和果了 这属于一个末端了 末端了那么中间这些枝干这个骨架呢 全是这么分出来的 那么抽象出来翻过来 这个我们先知道数目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现在翻过来了 现在翻过来了 我们看一下分形对吧 这个分支结构呢 你如果简单来直接复制就是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呢当然很丑的 我们先你要看的话就得 它有点像树 但是呢也太不像树了 所以这个规律呢 要经过再进行加工才行 那么翻过来叶子也是类似这样 叶子有大的分支 侧枝也有这样的情况 更小的枝也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作为分形是树木建模的工具 但是这些要最后成为模型的话 建模方法的话就加很多一些工具了 所以在我们这个基础课程上大家了解这些工具就成了 这是这个分形呢 做这个另外做树木的一个效果 这种方法叫迭代函数系统 这是一个当然是一个软件了 分形怎么实现呢 得靠这个系统来做 这个系统呢 这个系统呢除了做分支结构 可以做可以做其他效果 其他效果 其他算法 比如这样 给三角形里边 你就看这个迭代 给一个三角形 然后把中间呢 把这三角分成四块 把中间空出来 然后每一个块又这么下去 这个整个迭代下来以后 就是一个新的复兴效果 那么分形这个工具 另外叫重写系统 就是分形你怎么来搞呢 刚才分析是个概念 对吧 这个概念 那么最后一个计算机来做 必须有一个系统 能够实现这些 那么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系统呢 就是迭代这个函数系统 看这个 做这个数目的一个效果 是这么来的 对吧 最开始就是给一个方形 然后这上下 有两个侧的方形下来 这是原始的 那么经过一次迭代 怎么迭代 我把这个结构 三个这个结构 用到每一个方形上 结果每一个方形 都变成三个 是这个效果 你迭代以后 到这一步你看 也没多点啥 但是这个细节多了 你再迭代呢 细节多一点 这是也看不着多少 能够更多以后 你会发现 这有点像松树那个 那个结构 所以你要做松树建模的话 你要做这个松针的效果 这个工具就有用 当然这是基本概念了 真的有用 还得加一些 这个更细的方法 这是这个分形的 这个其他一些效果 分形的其他效果 我们这些可以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树木呢 那么要分形怎么做树木 刚才说树木有分形的这个含义 那么给含义怎么来做呢 那么树木下 这是一个最基本结构 给一个长的这个圆柱 然后侧面有个三分之一长度 两个圆柱放着 这是基本结构 下来做自我复制 比如说把这个整个结构用的 把这个整个结构用的每一段 这三个圆柱 那么看一下 如果用到这的话就形成这个小 如果用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这个小 这样整体你看 经过这次迭代 每一段的迭代 迭代是这样 这是一段 这是第二段 这是三四五 迭代以后就差了 我们这时看的话 树的含义更强一点 那这个迭代得好多次了 那更多次以后再次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的话 我们看它是吧 像一个草 像这个 铜蚝那样的草 所以这继续呢 翻过来 我们知道有自相似的规律以后 怎么自相似用来以后去生成树 那么在里边呢 如果把一些参数调整以后 你这个树的草的形状形态就不一样 所以这些通过其他调整 可以丰富这个建模的效果 这是另外一个 如果另外一个做树的这个效果 那么树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 一个三分叉 三分叉做叠加以后可以到这样 这里有树的含义了 当然如果再加上别的参数 弯曲了 一些随机规律呢 它就更像一个树了 然后呢 这些粒子系统呢 可以做一些别的这个动画 因为粒子呢 它表示一个运动过程 所以这些水涂了 这个喷泉了 那么可以做海洋了 这个其他水体了 那么海洋里边海平面 它是一个连续的面 所以呢 这个要用 一定要用这个面的形态 这个面呢 我们知道这个图形的面 是离散的面 所以都是一堆四边形 很叠加 用四边形来表示这些东西 四边形我们看起 有棱有角的 好像不太有弯曲的 实际上经过图形处理以后啊 它表示一些海面 就本身呢 已经就挺光滑了 这个效果也是这样 这里边的地形 雪和前面云呢 全部都是用这种 迭代方式来生成 这个画面真是感觉很强了 因为呢 在基本工具下 再加上更高级的方法 所形成的效果 还有一种就是这个 这个随机图像的 进行处理以后的效果 这是一个随机图像 经过它的频域的处理以后 可能变成 就把频域变成它了 然后在这个图像处理以后 再怀弄它的这个空域以后 就这样的效果 所以就纯粹的图像 处理也能造出来 这个新的这个模型 那么这个例子呢 像这个地形 这个地形本来是一个 像这样比较简单的 这个地形 那么在这里边 把自相似加进来以后 就很多细节了 我们看这个细节 就真是感觉要强多了 可以做各种模拟 所以这个投行这些工具呢 可以让我们造出来比较真实的画面 另外这图像这些处理 我们可以表示不同的圆的效果 这个圆呢 刚才在天上圆 就用这些方法 底层本身是图像的 表示图像的处理而做的 所以图像的图像本身是一加 这个另外像这样复杂 这个这样的效果呢 可以把天空 天空的效果 把不同的图像处理效果叠加出来 都成为复杂的天空 就是说呢 除了云彩以外 太阳光这些效果呢 可以简单用这些图像 表示的方法来做的 以及这些 这些 熔岩的效果 这些模拟呢 也可以按第一次方法 对 那么这是我们当时 这些效果实际上是我们 以前我们跟法国合作的时候 法国伙伴所早期做的一些 自然性化模拟 我们现在看来虽然非常简单 但是它的20年的效果 已经挺不容易了 挺不容易 经过它模拟可以造出来 这些 这些不同的场景 这是它们造出的树木 这些树木已经和真实 非常的 非常逼真了 因为它们用大量农业知识 和计算机工具 结合以后 形成这样的效果 这是后端的一些 用的一些方法 不具体说了 这是它模拟树木整个生产过程的 生产过程的 把一些生产过程的规律 也计算出来 这是森林建模了 森林建模就是各个树的个体造出来 树之间的空间的关系 模拟出来 可以造出生产的 所以这是一个合成的画面 树木 这个环境等等 合起来的效果 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现象 这个模拟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是一些其他例子 其他例子 这是当时树木建模的一个树木库 模型库 这是用这以后呢 可以做些模拟 模拟树木 它能仿真 能仿真这个生长 这是一个画面 一个时间的 过三年是这样的效果 过五年是这样的效果 所以这些效果呢 可以帮助我们模拟 好了 那么这现在大概是第二节的内容了 就是图像图形表示和图像生成的技术 那么看同学还有没有问题 最后就剩下我们一些前沿研究 各位老师同学有没有问题 张老师 我觉得您可以继续讲完 然后大家统一再提问题吧 好来 那最后讲吧 就是我们科研的前沿吧 这个前沿是我们 主要是我们前年做几个大项目的成果 这个成果实际上就是城市 常实境的智能建模 我们建模要和城市现象对应 具体技术就是真实场景三维 场景数据的三维 与分析和智能建模 这个话题什么意义呢 这个有一个明确需求 就是这个就是叫城市实境的三维 这是三维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所需要的 因为随着这个城市发展 这个城市的信息化 我们需要把城市呢 造出来 就是城市实境三维 这里边呢 当然是我们城市好的管理所需要的 我们这研究都有一个 这个明确需求 主要是这个数字治理的 城市的数字治理的新格局 这也是国际民生的重要事情 也就是说呢 需要这个 除了城市管理 对吧 一些预警啊 生态表 生态保护等等 需要这些事情 这是一些典型应用的画面 需要我们 基于 实景 城市三维 来进行 所以这个对象呢 需要表示 把文图形 更好的表示城市场景 那么这个报告也是这个 中间 我一个课题的内容 因为四个课题 做成一个项目 那么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研究现状 那目前这个 这个方面属于 头像技术 去解决地理信息 的一些问题 地理问题呢 这些问题呢 就是这样 我们是对应 对象是地理的实体 所以在地理场景上 构造三维模型 要求模型具有结构化 羽翼化的属性 所谓结构化 就是这些对象呢 它是有连接关系的 这些关联的 然后羽翼化 就是这些对象 是有羽翼属性的 这是现在人工智能技术 在这个图形人工智能 图形图像人工智能的 所考虑的事情 那么对象可以是城市级的 也可以是部件级的 所谓城市级的话 就是城市对象 把各个大楼都造出来 不知道这一个大楼里边 还考这个大楼怎么做成的 这方面就算是 针对城市 实际上也不具现 城市各种需要 特别是这个 自动驾驶啦 娱乐啦 仿真啦 工业制造等等 都需要这些技术 那么我们事情就要是 通过图像进行三维重建 我们说这个 我们三维要来自于二维了 就是图形要来自图像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从图像里边把三维造出来 这是第一个需求 所以在这儿呢 你看这个画面实际上就是 无人机飞完 以后呢 飞完以后 这个我们把这个三维点造出来 所以这儿呢就是个 我们形成一个三维的效果 所以这边呢 把三维要造出来 而且对象鱼造出来 哪是车哪是房 也要能分离出来 这里边有个典型手段 就是倾斜摄影 倾斜摄影 那么我们针对问题 就是倾斜摄影里边 对象的分离 倾斜摄影就是 这个一大堆都造出来了 但是呢 对象是连在一块的 这个楼和那楼连着 这个树木和街道 和建筑都连在一起 这个呢不是地理性 是需要的 因为地理需要 这些单体 每一个体都要分离出来 才好管 这是这个一个典型例子 这是没有分离后 这个效果 分离后呢 是这样的效果 那么这样的 我们为啥做这样的事情 它一个背景就是 现在的视觉数据很丰富 什么情况呢 因为互电网图现 大家拍的 车车车载的航拍的 就是无人机也很多头像 汽车上可以很多头像 大家手机也拍很多头像 这些头像都是在城市有关的 所以对这个城市建模非常有用的 我们把这些信息的用起来 来进行城市的这个构造 所以要反映这个城市的场景 事件 对象 地点 这些信息呢 所以这些需要 我们把城市的 这些 个体都分出来 第二就是 现在的新的人物智能技术呢 让鱼技术 计算呢 很方便了 另外是不同的人物智能的 这个视觉数据呢 和不同的图像数据呢 互相可以弥补 地面的摇杆的点心等等 还有好多 应用需求 自动驾驶 对象识别等等 所以我们的事情主要是 这个 把对象的 一个是把强域算出来 对象谁是谁 第二把三维出来 把三维的造出来 另外就是把二者的结合 我们造出来 全这场景里边 这个三维的建筑 也造出来 好 下来是我们这个 整个研究具体的话题 为啥这个 把我们退一步 我们这个 因为是很新的研究事情 我们得分析一下 我们的建模的智能性 不是说那头型智能里边 不是建模智能里边呢 我们做什么事情 这一块呢 根据地理心肺的需求呢 我们对我们的研究 有三个要求 第一 你建模的对象要可辨识的 是楼还是路 还是人 还是车等等 第二 要复现针 复现针呢 就是说你是把真实的那个 接近造出来 所以你那个接近和真实呢 要高度向的 第三是表示要准确的 就是说你这个 尺头上要类似 所以呢 要换成技术词汇 叫语意分割 第二叫点语重建 第三叫结构表示 所以呢 第一列是我们的需求 第二列就是我们图像图形的概念了 概念了 那下来后 为了它呢 我们必须要进行啥呢 这个我们图像的 这块图像和图形吧 这些对象的语意分析 第二就是语意重建 第三要结构化表示了 这是我们对这个智能建模的一个模式 因为我们当时这个任务是要智能建模 但最后这么建模到底啥 我们必须梳理 就经过讨论 我们形成这么一个框架 所以这是要 技术挑战要 我们结果和人的辨识要类似 所以要进行图像语意 三维重建和语意的研究 所以对三维建模 一定要求 三维建模我们看一下 传动的三维建模 我们前面说了 就是三维的获取和三维的表示 三维获取就是说是 不管是头像的 还是图形的 得到以后 把它三维模型都表示 那么现在到了 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时代了 我们把人工智能方法要尽量 所以对这环境也进行升级 那么对三维获取呢 就是要获取 这些语意信息了 不但获取它的语意也出来了 三维表示 不但表示把特征也要走 因为特征才是它的一些特色 所以呢 智能三维建模就是 余的三维重密重建 以及三模型的特征计算和表达 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对建模的需求 这是呢 投情投相的一些新的概念 和新的方法 和新的需求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框架下 来进行 这个 来来来 来进行研究 好 好 那么就是这样 第一 我们难点呢 就是这个特征计算和余分析 它比较难 比较难了 就说呢 你像这里边 第一层要把对象分出来 哪是地面 哪是车 哪是楼 要分出来 那么如果在楼里边要分出 那是它的门窗 在摇杆里边要分出 哪是建筑 哪是植位 这个是 人容易分的 计算机怎么分呢 就是现在的视觉人工智能 或者叫 同样同样人工智能 所做的事情 第二呢 把这些点源 这些 这都是一段没有结构的点 要造出一个结构化对象的 好 那么最后呢 要结构化的表达 这个三维模型呢 一定要适合于图形处理 啊 很比较简洁的 对吧 而且呢 这个真实感要强的 这比较我们 就是前面我们三维建模呢 所需要的事情 啊 所以具体来说 我们关于 这三个任务 语意分割 点击重建和语意表达呢 都有 更具体的 头像 头型 智能计算的任务 啊 所以目标就是 构造智能建模的 这个面对这个挑战 形成了 智能建模的工具 啊 因为这个我们作为 这个计算机应用的一个 一个分支呢 最终目的还要构成 这样一个系统的用情 啊 那么最后呢 讲一下我们这个 有些研究进展啊 啊 那么 这我们 阶梯的时候啊 这四个方面 我们都有形成 那么 前三个是研究 最后形成工具 前三个研究呢 我们都有 顶级的论文的发表 啊 那么 鱼分割分类呢 啊 这方面有四个 点击的成果 第二也有成果啊 第三鱼建模 都有点击的成果出现啊 我先展示一下 下来就是这个鱼分割和分类 啊 这里边呢 我们 我们这个成果就是这样 一个点击成果就是给些大楼的数据的 我们把大楼的 这些部件 就是窗户都能分离出来 啊 都能分离出来 这些呢 嗯 而且呢 这些对象是三维 换一下就是它了 分割分类和三维重建 呃 第二就是三维重建 第二就是这个呃 这是三个分类和三维建模 这是三维点云啊 我们怎么造出点云来的 你注意我们 这个点云原来是没有的 啊 这个点云呢 可能就是这样 可以用图像的三维重建出来 也可以激光扫描得到 啊 这是我们 这个例子的是我们不同扫描时候 有小的点云配置成大的点云 最后就是余预建模了 余预建模就是我们构造模型的 就是要符合我们的 余预和结构化的这些要求 啊 在这个大楼建的时候 我们最后呢 这些面的顶这些信息呢 就能告诉你 啊 啊 在这这就是我们这个 予以轮廓计算的 予以计算的一个典型例子 啊 我们这个予以计算呢 它结果呢 可以把对象呢 更好表示出来 啊 这是人骑马 我们把马呢 虽然马 被飞成不多区域 但是我们是个玩 玩弄的表示 啊 这里边我们被其他方法 比较时候呢 我们有优势 啊 这个论文发表在这个 国际期刊的 2022年 第二个方面 就是于分割和分类 啊 这个是 这个这个方法主要是 用不同视角的信息呢 进行弥补 一二三呢 是这个大楼的 不同的角度所拍的 拍的 嗯 那么这些不同的视角 我们知道 呃 三维重建啊 刚才这个呃 三维重建没有讲这些技术呢 这个原理就是 不同视角图像呢 因为有差异 我们把三维可以反 反推出来 呃 另外就是这样 每个视角看到信息呢 不一样 有的好多丢失了 底下可能折挡 对吧 这个角度 这个窗户被挡了 换一个角度就没挡 那互相可以弥补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工作 主要是通过 不同视角头像的 这些结合呢 可以把这个三维呢 给造出来 这是一些更多的意思 不同的视角以后 可以造出深度图来 这个深度图呢 实际上 是这个 每一个相册有个距离 实际上类似于三维点心了 这就是三维 这前面是二维 啊 基于这个这些信息呢 可以造出三维的模型 另外呢 我们另外一个工作就是 有这些三维 我刚刚要 还好还要在录制中 不要考虑 这些最像呢 怎么这个工作 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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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记得就是九 这个就是这样 我们把三维造出来以后 我们要判断 这些对象 是哪些对象 这个工作就是 给一个机械零件 我们一堆零件 能够把它辨识出来 这是三维分析 图像图像图像分析一个 我们一个心境的 你给出了这样一个零件 这一堆零件里边跟它相像 我们都能找 给它都能找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演示 怎么在底层分析基础上呢 我们把跟对象相像的 都能够找出来 好 这下来是实际上是一个这个 一个大场景重建的 基于这个飞行数据的 飞行数据的 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把三维 三维点造出 这是一堆三维点 一般传统方法是 倒是点是比较锡的 这个锡是没法建模的 那么我们这个方法可以 建更稠的点源 稠的点源 稠的点源呢 因为信息量很足 可以直接构成三维模型 所以这是这个三维 建模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是另外 稠密重建的一个方法 经过这些 这个无人机头像以后 经过这些计算以后呢 可以把点源造出来 这个点源呢 本身是得有颜色的 这是其他一些例子 这是另外一个成果 就是这个大场景的 这个点源进阶了 我们有个新方法 就是把这些对象的 一些微分属性 高级微分属性 或者几何元素的属性 算出来以后呢 可以很高效的 或者很准确的 把点源拼出来 那么一般拼的时候 一般拼的时候 你的点源必须重叠很多 那么在这儿因为我们 把它一些这个 二维微分量算以后 这个拼接可以少一点 还有就是我们 图形图像技术呢 可以做这个 可以导航和定位 我们地库拍以后呢 然后这个车呢 下一次来以后 我们大概能知道 这个车的地库的什么方位 另外这个工作就是 我们对图形进行分析了 分析后把图形各个 特征能算出来 算出的结果呢 我们把一些 就是图形可以更好的 对应起来的 我们看这个例子 这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形态 经过算出来 我们知道 那个关节呢 和这关节怎么对应 所以这个底层这个特征以后呢 对后边这个 三维的分析 以及这个动画呢 是有作用的 好 这是刚才我们这个 智能建模的例子 这个画面我们都可以多看一些 这个画面呢 本身是一个 这个小教堂的一个 很细的三维模型 这么细呢 我们放大一下看这样 是很细的三角形 那么典型的三维图形 三维模型就这样的表示 这样表示是我们 这个这样表示呢 从图形模型上还是挺好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 它就是哪是呢 有两个问题 一个呢 哪是哪 哪是顶 那是侧墙呢 分不清 全混在一块了 第二 数据惹余很大 这么多点都不需要这么多 太多了啊 因为那个墙面 顶面都是大概一个层面 所谓方法就是 把它特征线算出来 把它分成这么多块 这样的话 这些余对象都能分出来 好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 关于这个植物建模的 一个例子 这个时间关系我们看 这个比较 我们 就简单看一下效果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刚才说是这个 这是R系统的 你给一个语法 R系统是这个规则 语法就是你给一个规则 我可以造一个树来 这是这个 这些年纪的基本方法 那么就翻过来 你如果给一个树 我怎么算 它的规则呢 就比较麻烦了 我们这个新工作就是这样 你给出树来 我翻过来 把它的规则也能造出来 也能造出来 就是你给这些树 我可以造它规则 这个规则本身代表这个树 那么有规则 以后有好处 你这个参数一条 和可以生成新的树 这是我们当时 树木建模的一个 新的工作 另外就是说 我们可以让这些 分支结构呢 关系也可以学习了 可以学习的结果呢 我们让这个树木的 三维建模呢 质量更高 这个就是我们早期的 关于城市建模的一个 一个工作 按照这个规律 城市规律来做 下一个工作是 这个工作呢 是我们一个提出新方法 就是限云 所以限云是我们的 一个新的方法 一般都是一点 为基础来进行建模的 叫点云 但是现在建筑里边的 线的信息很多 我们基于线呢 把三维墨型可以造出来 而且造的时候 很轻的 就是很简洁的 信息量会很少的 主要是我们这些 以平面为对象 这些大面都能造出来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关于这方面工作 有一个特色 介绍一个就是说是 我们可以把这个建筑的 鱼部件给它算出来 第二呢 把对象的鱼法给它算出 所以这是我们的智能信息 智能就是把鱼算出来 一个是结构上的鱼 一个是结构上的鱼法 这个三模型的鱼法 一个三模型的鱼 这是我们 所以这是我们智能建模的 最后的一个结论 我们的方法呢 为智能建模的一个典型的工作 我们提现 为啥提现智能呢 主要是把鱼 鱼意和鱼法 能体现出来 这是我们 有关工作一个 论文的一个列表 论文列表 对 最后一下 一些展示吧 展示就是说 我们为不同的应用 做的展示 这个展示就是说是 快速拼图了 无人机航拍以后 这些图线都是散的 这形成一张大的地图啊 这就要拼起来 但是拼着它 不能直接连的 因为不同的角度 这头像呢 它都有不同的变形 我们方法可以把这个变形 给矫正过来 而且快速的拼成 小头拼成大头 这是我们一个工作 就是对于这个 互形设计投掷呢 肯定语义分析 可以把三维给它 表示出来 这是为建筑设计 而做的 这是我们关于 这个汽车导航 所做的一个工具 这是我们 以合作的这个结果 我们用这后 可以把这个 汽车行走的一些 可以做一些避障 可以进行寻进 就是按这个路线进行走 因为我们对这个环境的 予以进行计算 这是这个啥了 这是这个予以重建 就是说给我 这是这个 为了把这房屋进行行 这些无人机航拍以后 把这个屋顶三维可以造出来 造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屋顶进行测量 测量就是这个事 我们就是把这个对象 这个测量就替代人物出来 这是我们的其他一些 精度的展示 这是我们当时 算这个羽翼的一个过程 这么一些底层各特征计算以后 而形成整体的羽翼网络 这是这个树木建模 我们的工具 这是一些效果展示 是吧 那好 那么就是今天这个 整个报告就完了 还有几分钟时间 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再进行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张老师 然后同学们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可以提一下 我看有同学问这个智能建模 好多参数吧 好多参数了 那么现在这个 人生动学期呢 是这个可以帮助我们 这个计算很多这个参数 这一块呢 那就是看看头像前沿的 头像头像前沿的技术 还是挺多的东西吧 挺多东西 那么这一块 大家我建议大家看一下 这个视觉 三维视觉的和三维图形的 这些有关新的这个发展 发展 这个结合 因为这话题比较大嘛 你要是建筑的 就是建筑一些问题 对吧 要是植被是植被的问题 要是可能更多的是这个人体啦 或者通用对象的 所以这方面 因为人工智能以后 这些计算 这些文献很多了 那么这位同学 就是问题挺好的 那就建议就是缩小目标吧 然后更多的 找具体的问题来做 来做呢 另外就是说是 我们国内也有新的一些 这个机器学习工具 特别清华大学出这个 有一个开源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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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清卓学工具 也是投行好的工具在里边 来做这个事情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张老师 然后那个 也是耽误了您这么长的那个时间 然后 如果没同学们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张老师的讲座就到此结束 林老师您看您那边 老师 不好意思 我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一下 好 咱们交流一下吧 就是因为我的问题有点长 所以我想直接语音来问您 就是听您的讲座 我十分受教 然后 我就是以下有几个问题想 就是可能不那么技术方面 就是 现有的虚拟世界 它大多是对现实世界的模拟 像像您提前面 讲到的这些 然后比如说一些建筑啊 元素啊 形态运动规律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 例如就是能够自由飞行 这样的交互形式 然后也出现了一些 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 这种建筑等等 所以我首先想请问您一下 就是从您的角度来看 虚拟世界中 这个模拟的标准是什么 您又怎么去理解 虚拟世界中的这个模拟 对 那我就是 虚拟世界呢 是这样 虚拟世界呢 它是两类 一类呢 就是对现实世界的一个 对应的表示 那么就是典型的就是 我们这些 已有的对象了 已有的对象的这些 我们有的城市了 有人物等等 这些事情呢 那么现实世界既然有了 那么头型表示的时候 头型头像表示的时候呢 对按照它的规律 它的规律呢 就是它的这个 形状规律 对吧 它的这个 材质规律 对吧 还有它的运动规律等等 要把这些来 来 都要顾上这些 以这些规律为原则 还有第二类的对象呢 实际上是我们艺术工作者呢 所擅长的 那就是设计 什么叫设计呢 就是对象还不在 我们艺术去发挥了 你最典型就是新的这个机场大楼 这不存在的 没有的 那么怎么设计好呢 那么就是除了工程这些技术要求以外 就是我们艺术的这个发挥了 工程要求就是那些建筑的规律 必须有 你设计的东西必须可以 工程可以实现的 那么这个前提下 我怎么把这个建筑 这个这个这个 建筑设计更好 这是好多这个艺术来发挥了 比如说这一块是艺术想象 基于这个图形 图像的工具 来实现了 所以这一块呢 就是你发挥的时候呢 那图形的图像这些工具呢 它有发挥的空间 这个空间呢 就是给这个咱们艺术工作者 或者工艺美术工作者呢 进行发挥了 甚至好多工作都是图形 就是技术和艺术的合作了 也为了达到艺术效果 技术呢 做对应的支撑 最后那么实现新的效果以后呢 是两个 这个行业的一个 共同的收益 所以总体是这么一些情况 那么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呢 因为这个发展也是比较快的 早期的 这个只能做头像 不能做头像 头像太复杂了 后来呢 这个不断有新工具出现以后呢 也头像对象是可以算的 头像东西是可以学的 当然基础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学习了 能够学了 能够学以后 能够学习以后呢 它一些过程 就能更好有效表示出来 所以人工智能呢 就是作为一个头像 头像作为人工智能的 现在一个分支吧 或者头像头像的智能技术吧 它是可以为这些艺术 或者这些设计呢 或者是在线呢 发挥它的作用 但这个事情呢 要技术和艺术在结合 共同来表示的 就是有艺术的需求 有技术的支撑 做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我的问题 哪些点没回答 你可以再说一下 老师您回答 您回答得特别好 十分受教 然后我想接着您 刚才的回答 想就是继续问您一下 因为您前面提到了 就是艺术跟技术的结合 那如果就是 因为像现在许多的观众 或者是体验者 他其实对审美 有了更多不同的 就是取向 然后审美的风格 也比较多元 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 那种虚拟世界 所以说想 针对技术跟艺术 这个融合之下 就是想请问您 就是可以从哪些方面 进行创新 然后哪些方面 还是尽量需要保持 对真实的模拟 然后又或者可以说 就是我们可以从 我们可以打破 哪一些原有的 这个模拟的原则 是否能够产生出 一种新的体验方式 或者是审美风格 不知道就是能不能 给点建议啊 对 你是学技术 还是学艺术的 我就是张老师 你是前技术前艺术 你是张老师的学生 对吧 对对对 你那背景是功课 还是艺术 背景 现在是在学艺术 背景是功课 不功课 那也挺好 那也挺好 那就是这样 我觉得那你是学艺术 还是跟 首先 跟艺术多学习 或者跟做艺术的 多一些交流吧 因为这样 那个 这一老师这边团队 我们以前有很多交流吧 因为这个 有很多人呢 本身是 艺术背景的 但是他对 这个图形工具的 图形工具的使用呢 比较熟悉了 比较熟悉了 所以我建议跟这些老师交流以后呢 能这个啥了 他们的需求 艺术的需求 或者艺术概念 怎么能扣上 你现在作为这个 你可能要考虑创新吧 考虑创新的话 这个 你可能做的事情 应该是现在不太 不太成熟的 对吧 你才能去做探索嘛 所以就是说你本身呢 你首先肯定是把你技术的 对 对前面技术得把握好 然后呢 跟熟悉艺术人呢 去讨论一些这个需求了 因为我这个需求 怎样我自己 也直接也 也建议不出来 建议不出来 那么就是说可能 建议是 跟讨论可能有多个 意识需求了 然后呢 有些意识需求呢 比较现实 有些技术 有些需求呢 非常困难的 那么你就选一些 你自己呢 能够有感觉的 能够有思路的 来做 一定要找那些 这个啥了 就是说是 和现有技术呢 比较接近的 然后能接近的 然后把艺术成分 能加进来的话 这样你能 效率比较高的 然后呢 这个 起到你的作用 就是说现在这个 技术发展很快呢 我们做研究啊 就得 得做些话题呢 不要 不要太慢的 不要太慢的 你就是这样 你不能 说太慢 就是起码 有些工具呢 最好已经 最好借助 已经有工具 然后你在上面 再去你的新方法 否则的话 你要重复别人的工具 这个时间 花的就很亏了 我觉得这些建议 明白明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太感谢了 很高兴 太感谢 谢谢老师 好 好 感谢张老师 张老师那个时间关系 要不然今天讲座的课程 就到这儿结束 然后 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 请张老师来继续 给我们做相关的讲座 谢谢张老师 好 好 很高兴 好 张老师再见 再见